欢迎进入所见的中间调查报告 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要来看的是 芬兰的新教改 带给我们的借进 芬兰的教育 受到全球许多国家的推崇 但他们教改的脚步 从来没有因此而停顿 2016年 芬兰又公布了一个新的教改方案 他们要落实主题式的教育 也就是说 整合不同领域的科目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大主题来上课 举个例子 比方说这堂课 那么上的主题是欧盟 那么这个课程的内容 就不会只是欧盟的简介 它还涵盖了许多国家的语言 欧洲的历史 政治 地理 等等不同的学科 在台湾 有些老师到芬兰观摩操 已经引进了这套教学方式 像是在宜兰投成的人文国中小 就是采用这种主题式的教学 它跟传统的上课方式 气氛都有很大的不同 孩子们可以坐在蓝骨头上 彼此讨论 而这个教室里面也没有课本 它采取的是混零教学 当然你要问的是成效如何了 这个报道是由未来Family杂志 跟中天调查团队 共同采访制作的深度报道 芬兰是世界公正的教育强国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可以在芬兰的小学教室找到答案 这一群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学生 假期比别人多 作业比别人少 也没有补习和升学压力 2016年芬兰教育部 公布未来教学方向 提倡主题式教学法 要求老师的上课教材 必须符合学生需求 还要跟得上时代 拿剪刀修剪 刚刚才制作好的火柴盒 这一堂上的是心目中的 未来职业 要孩子们在火柴盒上 学下自己未来想做的事 目的是希望点燃他们 对未来创业的热情与火花 不是坐在客桌椅 而是拦骨头上 这间教室正在上数位课 每位学生各自拿着平板电脑 别怀疑他们是真的在上课 看看孩子们脸上的表情 就能发现他们真的热爱学习 这两个学生 一是从1800年 持有很相似的器材 比20年养学者的器材 但所有器材都相似 所以知识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他说大家所熟悉的学科 包括数学自然 地理历史等 是从19世纪就确立并沿用至今 但想想看 19世纪没有电脑 没有网络 也没有手机 我们学的居然是快200年前的旧知识 上课可以用手机查资料 一幅画一个事件 在不同的网页上有不同的解释 提倡跨领域的主题是学习 在课程上融合不同的学科知识 比方说一堂课以欧盟为学习主题 课程内容其实就涵盖了多国语言 欧洲历史 政治及地理等不同学科 在台湾其实早有一群人赴芬兰取经 有不少国中 国小已经投入主题式教育 不让孩子变成考试机器 宜兰人文国中小就是一个例子 摆脱成就的教学模式 在制度上做极大的改变 不是一到六年级分班上课 而是分低 中 高年级 混零的方式学习 而这一班就是三四年级一起读课 给孩子鱼吃不如教他钓鱼的方法 老师先用投影片讲解基本知识 之后全靠孩子们自己想办法 用筷子做出骨子 尽管老师知道 拿锯子 锯竹筷子是错误的方法 但他不会立刻拖指 反而在一旁帮忙 直到 从错误中学习更有效 这一堂模型课涵盖了自然课的逻辑 基础书学以及同群课的大声节 一个班级至少两个老师 一个负责主讲 另一个从旁协助 体制外教育更注重的是课本里没教的是 现在是上课时间 不过您看不到制式的课本 以及固定的课桌椅 这小朋友席地而坐 智在一起小组作业 他们在玩的时候是很有动力的 如果在学习上也可以很有动力的时候 该有多好 再三衡量 我们还是希望以孩子的教育为主 所以爸爸现在是每天通勤 到台北去上班 对 我们是举家迁移来到宜兰 为了让孩子燃起对学习的热情 甘愿当起现代默默 我们自己也是一路从高中联考 大学联考这样子出来的 那可是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说 我们自己真的需要什么 我们还 比如说我喜欢什么 然后我想要什么 可能自己问自己 也都不一定可以很清楚 他说过去的教育体制 只培养出考试机器 但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 因此选择体制外的教育 所以我会觉得在体制外的学校 他会把这个时间释放给学习的这个人 比如说像我小孩子 他可能对理科的东西很有兴趣 但是学校里面的这个知识 他可能很快学完以后 他要有多的时间 可以在课堂上 上课的时间去进修 他是没有的 但是在这边他是可以的 他如果在他自己做完的 专案以外的时间 他是可以上网去搜集 他想要看的资料 教室另一头 学生在玩纸粘土 学习艺术同时也认识图形 坐在一旁 看试老师的人 其实他是家长 这就是体制外教育 特别的地方 家长也要投入学校教育 这什么 这好像一个人 我的眼睛是水 沈英文不一定要坐在位子上 背诵单字 用玩乐的方式认识生字 孩子更有动力 现在是午休时间 不过小朋友精力旺盛 不想午休也没关系 他们会来到图书馆角落 翻开自己喜欢的课外读物 发自内心爱看书 没有上下课中生 没有考试 孩子却自动自发 但继续待在台湾受教育 未来还是得面临国中退考 大学指考 不相信吗 他如果是一直跟着人文的体系的话 他其实学习动力很强 他能学习的 我们知道主动学习 其实能学到东西 比被动学习的要多好几倍 没有考试 分数 排名的环境 学习成效 却不输给体制内教育 或许在不少家长心目中 仍存在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观念 除了升学意图 要走什么样的路 把选择权还给孩子 自主学习 对真上不得